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之前 他是我的领导 我的师父 我的同事 面对他时 我敬重 谦逊 在此之后 他仍是我的领导 师父 同事 可我看他的眼光中 多了悲悯和好奇 正是这种悲悯和好奇 让我总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多听他说几句话 多与他接触几次 时间一久 我竟有种忍不住要去把他的过往和所有心思 多看个明白的冲动 就这样 不知不觉 我爱上了孙建明 随即我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刚开始他拒绝我 躲着我 他说他跟我不合适 他一直只把我当同事 并无他想 而且眼下他的家庭情况 也不允许他谈婚论嫁 拒绝的理由很充分 可我的追求也很激烈 似乎不受他态度的影响 终于 半年后 他对我敞开了心房 我们都到了一起 可我们的事情却遭到了我父亲的强烈反对 我爸爸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只不过 我的身份在公司一直没有公开而已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 为他们的独生女学老公 既要看适不适合当老公 还要看将来是不是公司合格的接班人 孙建明出身贫困的农村家庭 是家中的老大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均在读书 父亲生病后 他就是家中的唯一经济来源 既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费 父亲的医药费 还要负担弟弟和妹妹的学费 孙建明和我门不当户不对 更何况父母担心这样一个人 他的见识和国局都有局限性 将来不足以担起公司的众人 可我早已过够了从小到大 被父母完全操控的人生 这次 我卯足了劲跟父母杠上了 爱女心切的父母实在没办法 只得不情愿地接受了孙建明 婚后 孙建明为了博得我父亲的认可 在工作中积极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带领的技术团队确实也做出了一些喜人的成就 在生活中 他自知取我是高攀 于是把我冲上了天 尤其是在我怀孕后便是事无巨细地照顾我 渐渐地我父母看他的眼光也柔和了起来 爸爸还经常把他喊进书房 单独讨论工作中的事 转眼到了怀孕后期 孙建明为我生产的事情 更是忙前忙后的张罗 为了找到优秀的月嫂 他打听了好多母婴会所 亲自面试了好几个月嫂 最终才签订了一个金牌月嫂 怕我的代产包准备不周全 他列了一个清单一件一件的梳理 生怕落下什么东西 他也早早地订好了医院的豪华单间 就等我生产时入住 但产期间一有空 他就摸着我隆起的肚子 对肚子里的胎儿唱着无音不全的童谣 说是既替肚子里的孩子坐胎脚 又提前跟孩子培养感情 临产前的那个下午 他开着我的保时捷 跑车将我跟父母送到医院 安排妥当后又匆匆离开 说是工作中有点急事 一会儿就回来 等深夜我从产房出来时 立刻就见到了等候在产房门口的他和我的父母 把我跟女儿安置好后 他让我父母回家 自己守在医院照顾我们母女 整个月子期间 白天由月嫂照顾 晚上全程是他来起夜 照顾女儿 我被呵护得惊心至极 很多时候 看着孙建明们忙碌的身影 我既心疼又满足 觉得嫁给她是最明智的选择 出月子后 我迫不及待地参加了闺蜜的聚会 然而 闺蜜们告诉我的一件事 却让我感觉如坠深渊 原来 我临场的那个下午 孙建明博士回公司处理工作 而是去咖啡厅 见了前女友 这一幕被在同一咖啡厅的闺蜜看见后 拍了照片 考虑到我生产做月子 怕我受刺激 便一直没有告诉我 回到家中 我拿那几张照片质问孙建明 他见腾色不过 便将事情跟我微微道来 他跟前女友是高中同学 16岁别走到一起 两人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日子 自大学毕业后 前女友就催促他登记结婚 可经济的窘迫让他无力承担婚价费用 于是一拖再拖 终于在28岁那年 他好不容易攒下了八万块钱 本打算用来结婚 父亲却突然病重 八万块钱像打水飘死的天津医院 好不容易捡回父亲一条命 而从毕业就等着结婚的前女友 终于忍无可忍地离开了 他说他不恨前女友 只怪自己无能 对不起他 辜负了他的爱和青春 他陪了他12年 用6年的青春 来等一纸婚约 却不得 我临产前 他突然接到前女友电话 说他要随老公移民国外 希望能在走之前 再见他一面 也算是为12年的美好岁月 缩身再见 他知道那个时候 抛下我去见女友不合适 但是却终于没能忍住 去见了最后一面 听着他对我的解释 原来的怒气不一而非 却为他跟前女友的过往 感到深深的痛惜 可一些不敢问出口的疑问 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他跟前女友的感情那么深厚 我能取代前女友 成为他心中的最爱吗 他对我是真爱吗 到底是我吸引了他 还是我家的残妇吸引了他 我该怎么做 才能将现在的这种幸福 永远维持下去呢 最话说 长大了才渐渐地明白 我们已经不需要 轰轰烈烈的爱情 想要的只是一个 不会离开自己的人 其实 真正的爱情 不是整天有多爱 而是认真的一句 不离开 他既然能在你 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 转身去见别人 你真的该重新掂量 掂量这份感情了 写故事的人 只负责悲欢离合 听故事的人 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到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数美平生 单凭这些久远的故事 你我 皆算老友 碑底 便是天涯 在这些故事的人 都不离开 不离开 我 在这些故事的人 都不离开 我 在这些故事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